到这个瀑布,就到这个山底下了,这比刚才的位置是矮了不少的,但是依然还没到瀑布底,不过下面的云海再慢慢退去,已经可以看到云海下面的树林了,已经看到云海下面的树林了,那么瀑布在哪呢?瀑布就在这里。 这个再下去了,我就觉得这个山就有点陡了,下去的困难程度就有点大了,不过这个,我想这个瀑布是天,应该是天然形成的,不是,不是这个, 不是人工,大自然神奇的力量啊,这棵树太挡害了,我们换一个位置。 那么就是这个瀑布啊,欢迎关注微博搜索位置小白与我互动,拜拜。